大家好,我是老默 这期视频跟大家说的是 发面为什么发的那么好 做好的面食反而不够蓬松 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技巧 首先第一点 咱们要排除面粉的原因 假如说咱们使用高筋粉的话 出现这种问题就很常见 就是酵母的用量 比如说天气特别冷的时候 咱们一定要加量 酵母菌多了 它产气能力自然强 做好之后 它这个蓬松度 蜂窝也更密 更多 这样就能创造这个面团 足够的蓬松 做好之后的成品呢 也会更加蓬松 再一个就是水量 天气特别冷的时候 面团不能活得太硬 一定要偏软 所以水分要比夏天 多加10到20克 活好的面团稍微偏软一点 更有利于酵母菌活跃 产气能力自然更巧 里面的蜂窝呢 自然不会排列那么紧密 咱们很多朋友在冬季 活面的时候 很多都是依据夏天的 那种比例来制作 所以有的时候 活好的面团呢 整个的状态呢 就不佳 自然咱们发酵完成之后呢 它这个手感呢 会有一点偏硬 感觉不到蓬松 再有一点就是咱们在揉面的时候呢 揉得不够充分 水分不够匀 有的时候这一块粘 那一块呢 就非常干 这个状态呢 也会导致这个酵母菌呢 分散不够均匀 所以它产气呢 有些地方好 有些地方不好 所以咱们只要在做发面的时候 每一次揉面 一定要把这个面团揉得够充分 水分够匀 整个的面团状态就会更好 咱们后期 不管是揉面 还有成型 它都非常简单 而且不费那么多力气 另外大家还需要注意 咱们揉好的面团 或者是在揉制中间 如果出现暂停 一定要覆盖好 千万不要被风干 如果这个发面被风干 表面出现硬壳 这个出气能力 也会受到阻碍 也就是完全包死的一个状态 它这个气呢 都会在里面来回的窜 表面一层呢 就完全感受不到 这个气的冲力 所以外层的蜂窝 它就不像里面那么密集 同样也会导致 咱们做好的面食 口感发硬 整个的手感呢 变得比较紧实 面团揉好之后 咱们需要注意的 就是在发酵的时候 时间一定要充分 尤其是在冬季低温的时候 时间长一点 发酵是比较好的 如果它里面发酵的不够充分 咱们做好之后呢 它整个的状态也不会好 最后大家还需要注意 咱们成型之后的二次发酵 也一定要发酵好 不然也会出现同样问题 好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呢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